欢迎你持续锁定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的节目现场 我是马士 在周末午夜时分 玻璃星球准时在这里跟你一起航 也谢谢你加入了我的航程 一起跟我完成我的航行的日志了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马士的声音会比较是处于这种 有点疑疑无力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礼拜身体缺癌 那肠胃上有一些感染 所以导致说身体比较没有力气一点 可是以前呢 只要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就会有听众朋友说 马士以后可不可以尽可能维持 这样的声音质感呢 因为这样子听起来这锋利感没那么重 而且听起来呢也比较柔软 比较能够进入情境里面 那么马士所说的 让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好好的睡一觉的 这样的夙愿呢 也比较可以打得到 你喜欢哪一种的声音呢 欢迎你上网来跟我留言互动 来留言让我知道咯 欢迎你上到Facebook到Instagram 搜寻DJ马士 马来摩的马士馆长的是 李德伊丹丝丢啊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进行一个线上专访 要来专访的是 10月15号在台南红运中心 这个地方要来进行的爱让围光亮起来 听电影的活动哦 一般而言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刺激 对不对 因为它的声光效果刺激着 我们的视觉跟听觉 那么特定的影厅呢 其实还会有嗅觉 甚至呢 有一些4D的触觉的感受 可是这好多好堆的一个东西 最一开始都是要建立在视觉之上的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如果不借由视觉来看电影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怎么听懂电影呢 那么这一些烦恼 很有可能都是我们身边的 我们的族群们 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困扰哦 那么在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呢 到底听电影又应该怎么做 而听电影有哪一些的美感 在他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都会提到 而等一下线上专放的就是 这一场活动 爱让微光亮起来的活动发起人 张亚如小姐哦 亚如他本身呢 除了说推广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 那么他过去曾经因为受了 很严重的伤的关系 所以他出门 其实是需要靠一些代步车的 所以啊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也曾经经历过蛮大的一个低谷 可是到底是怎么样 让他站起来 而也让他可以来去扩展了 这一些相关的资深活动呢 我们在等一下的访谈当中 会一一的来跟你说清楚了哦 那么同样的同时之间啊 如果说你有其他任何想要听的议题 也欢迎你来跟马仕说 马仕看到之后呢 会来做相对应的评估 那么如果适合的话 或许某一次 可能也就在近期 你可能就会听到 哪一个相关的一个节目内容咯 我们一起来完成 玻璃星球的航行日志咯 也很谢谢你的组定收听 每一步都为了所爱的人前进 每一处都留下你认真的身影 夜深人静的光影 听听高雄的声音 FM943陪伴你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你持续锁定玻璃星球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3 AM1089的节目现场 在半夜的时分 我们要准时起航了 今天在起航的过程当中 有位来宾陪我们 她是接下来要在10月15号 在台南举办 爱让微光亮起来 市场口述影像活动的发起人张亚如小姐 亚如晚安 大家听到亚如的声音总会觉得说好好听 其实亚如以前也是一位广播主持人 您以前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 我之前的一个主持节目的一个方向呢 也比较都是属于在关怀弱势类型的一个节目 主持的经验里面也访问过了数百位的这些 而如果说你上网去搜寻亚如的相关资料话 你会发现说除了她刚刚提到的这些过程之外 她也办了不少的一个演讲 都有去分享说她在国中的时候 她经历了人生的故事啊等等 以及原本在遭逢低谷的时候的样子的生命经验 以及最后如何再振作起来 那么我觉得振作起来不打紧呢 现在呢还扩及到了原本自己没有碰到的领域 也因此让我们看到爱让微光亮起来的这个活动了 那进入这个活动之前请让我先来问问 因为亚如你刚出国回来 然后就我所知你是去到日本 日本好玩吗 非常好玩 尤其我觉得日本跟跟台湾相较起来 日本相对非常非常的干净 街道非常的干净 尤其他们的一个车辆也都非常的干净 甚至是有一些的无障碍的一个设计 所谓友善空间的一个规划也都相对的好 我想这是我们台湾可以持续在向日本接近 然后持续进步的一个空间 是的 我觉得日本很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你不论是在都市或者是在观光景点 或者是在乡间小路上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不太常骑车开车 比较常做的事情是走路 所以他们交通运输特别发达 那当然在走路上对于行人友善方面 也做得特别的完善 那当然了无障碍设施也就做得特别特别的多 不知道您在日本的那几天的时候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真的就是也觉得他们当地的人非常的友善 其实我到日本的第一天就有遇到了一个长辈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站的行程是到渔港 去吃海鲜 这位长辈很有善就是想要帮我们拍照 然后甚至就是还用那个日文跟我们沟通说 需不需要他开车带我们去导览 去逛整个当时的那吧 所以觉得哇日本人真的相对也非常非常的一个 善良跟友善对于观光客来讲 或者是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人 身处在日本的时候针对不同的一个文化跟语言 可是我在当地就感受到非常的一个温暖 是那其实从相关的一个网页照片中 也看得出来您有过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经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我觉得某些程度上以雅如这几天的经验 就代表着说其实好多人都在讲说 这样可能如果是受伤或者是特定比较不方便的族群 好像以前我们在教科书上我们都会看到 甚至也在或多或少好多的场合 我们都会听到他们没有权利出去玩 因为生活很辛苦 但是现在这样的定义已经被翻转了 他们同样的都享有很多的出去玩的机会 或者是等等的 其实跟好多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需求的东西会特别的不一样一些 可是严格说起来谁不是如此呢 每一个人总是希望东西可以克制化 所以说出去的时候就只要注意这些地方 都不一样一些些 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很愉快 那就更狂论说我们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这个爱让为光亮灾 我们针对着这个视障者 也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是所谓的Bug Arm 进行了这个口述影像 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的舞台剧表演当中也看得到 那在现在很多的影音串流平台 也都有看到这个口述影像的一个服务了 不过这一次呢 雅如您举办的是要在台南来举办 让大家去欣赏一部电影 并且用口述影像的方式来体验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爱让为光亮灾 因为在北部跟中部已经都办过了 目前参与的人他们普遍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们针对前两场的这些活动参与的一个民众 给予我们的回馈呢 有非常多大家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那有些人给我们的回馈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 一开始让民众就是从报道到进场进入影院里面的这段路呢 我们是让民众戴着眼罩 然后蒙眼 然后由专业的视障协助员 所谓的视协员引导观众进场 那其实在这个一般的民众蒙眼进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民众都说哇 在走进去这短短应该不到100公尺的距离哦 其实他们心里面很害怕也很焦虑 因为他们看不到 那会不会跌倒 然后甚至会不会有撞到柱子 都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担心 然后同时在担心跟焦虑的同时呢 又要听着专业的这个视协员在描述周遭的一个状况 比方说你现在你的脚下有斜坡 那你的右边是厕所 左边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呢 很多的体验的民众 他们会觉得当时的整个状况就是陷入混乱的一个状态 因为眼睛看不见 心里面夹杂了很多复杂的那些内心的小剧场 又担心又害怕 可是你同时又要去专注的听着视协员去描述周遭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他们到影厅内拿下眼罩的时候啊 那时候他们的一个回馈感受都说哇 眼睛看得见真好 尤其是后来 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蒙眼走进去影厅的这一段路 也不过短短的一百公尺而已 可是这短短的一百公尺 原来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那时候心里面确实有这么多的一个猜测 也会多出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那这是在前面的这个目眼镜场里面 我们收到观众的一个回馈 是担心害怕的 然后进到正式听电影的过程里面呢 同样我们也是让民众带着眼罩听电影 可是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活动 尤其是前置在宣传的时候啊 大家一般报名的这些民众 一看到整个活动的资讯 听电影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很新奇 所以大家其实当时都是带着很新奇的一个感受 想要来体验的 可是当他们真正就是来到了活动现场 然后坐在影厅里面 用听的方式来欣赏电影的时候呢 就会又不习惯 因为他们通常电影一半的时间 就把眼罩拿掉了 因为不习惯用耳朵听 不习惯没有用眼睛看 所以呢 其实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体验 也会让更多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民众 参与的民众 有很多的一个感受 这样的感受其实也在许多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会后呢 也让这些参与的人 他们去燃起了 希望能够去推广友善环境的这个小小的种子 我们始终相信 有些时候只要我们多做一点点 就可以让适当朋友 就可以让弱势的朋友参与更多 相信只要环境够友善 以及社会能够提供更多元的一个支持 那不同族群的这些障碍者 他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 来去达到所谓的文化平权的这件事情 这天就要请雅如来帮我们举例了 刚刚有听到说其实他们整个过程中会是以蒙眼罩的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他们实际这种欣赏电影的方式跟平常民众们进到电影院去观看电影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其实一般平常民众我们到电影院观看电影的方式是视觉加上听觉 就我们用眼睛看 然后再加上听主角对白的一个对话内容 但是口述影像电影呢 它是全程就是关闭视觉的这个感受 用听的方式来欣赏电影 也就是说我们会将电影中所有的这些影像的画面转换成听觉的语言 然后来去传达出来给听众 来去传达出来给体验者 简单的说 其实口述影像电影它就是我们一般明眼人 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给说出来 所以旁白呢 它会在不干扰电影里面原本有的声音 跟主角的对白的一个情况之下 把影片当中的画面 比方说空间是在公园 在客厅 或者是在房间 以及场景 现在是晚上白天 或者是故事当中人物的一个表情 它的动作 然后它的衣服颜色 用说的给描述出来 相信这样的一个体验 让大家暂时关闭眼睛的这个感官感受 只靠耳朵听 然后来去体验视障者 他们没有办法依靠视觉的这个感受 我们当然也希望 透过带给观众这些不同的感受 创造这么样的一个价值 给他们的同时 也能够去引发他们对心障碍朋友的一些 在平时生活当中 更多的一个关心跟帮忙 是 所以我想从这个方式啊 可以从这边去感觉到 我们其实在拥有视觉的时候 那样子的一种珍惜的感受 还有那样子我们的这种方便性 当全部转换成 紧一来听觉的情况下 到底我们对电影的感觉 还会不会一样呢 我觉得是你很可以去参与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特别的去感觉到 活动的时间就是在10月15号 礼拜天的下午啊 他会在台南来举办哦 这次选择的是在哪一个场地呢 我们这次的场地是在台南的宏运文创中心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因为这个场地 他是这几年才刚盖好的 那他整个无障碍的一个规划设计 还有整个影音的这个设备 其实真的都是水准之上 所以后来才会选择我们要办在这边 再来的话 我想就要来好好问一下亚如人 因为刚刚听起来是蛮顾虑到参与者 他的不论说是体验的感受 还有像是安全的顾虑 这些通通都是想得到的 所以我想这或许跟您自身的一个经验有关 我们先从您如何碰到口述影像开始的呢 当时在什么样的机缘下碰到的呢 OK好 其实我这几年呢 因为演讲跟授课的关系 然后跟所谓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也是所谓的视障朋友 他们有许多的一个互动跟连结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连结跟交流之下呢 也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我会去思考说那他们要怎么出门 然后甚至他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手机等等的 这几年呢 也因为对他们有更多的一个好奇 甚至在我在外出过程当中 都会去特别留意到说 整个空间的无障碍设计 对于视障朋友是不是真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 有一个视障朋友他告诉我说 他每天都会经过台南的奇美博物馆 但是他都不知道奇美博物馆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从跟他这样的对话里面 我去感受到同处身障不变 视障者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 因为他们没有视觉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建构视觉的一个养分 三年前呢 我因为一份机缘去接触到了口述影像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欣赏到配有口述影像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讲真的是终身难忘 因为在黑漆漆的一个影院里面 那你听着口述 然后画面竟然可以透过我的想象不断的去展开来 然后在影片没有对白的时候呢 透过口述影像源的一个讲述影片的一个画面 跟那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动作啦 表情等等呢 竟然可以让被眼罩蒙住眼睛的我 透过聆听旁白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想象出 去建构出我对于电影内容的一个理解 所以在那一次不用眼睛的一个方式 欣赏电影的一个经验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思考 其实在我们生活所有的一个视觉影像里面 看得见的我们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透过视觉以外的一个其他的方式 来去传达给眼睛看不见的人 然后能够让视障朋友们 他们能够用非视觉影像的这个方式 来去想象明眼人世界 甚至能够来去感受到 看电影时候的那种心跳加速 我相信一般的我们线上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都曾经看过动作片 当主角遇到紧张刺激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感到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官感受 甚至我们也曾经看过浪漫的爱情电影啊 那男女主角他们在甜蜜爱情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跟着一起有那种所谓甜蜜的感动 但是因为视障朋友 他们如果没有口述影像技术协助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拥有这些多元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可以透过 我协助视障者口述影像的这个服务 来帮助他们去找到他们视觉限制外的一个新世界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去降低门槛 然后让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用更轻易的方式 来去接触各个表演 甚至是作品然后展览等等的 那同时我们也在文化部的一个支持之下呢 开始去做培力口述影像专业人员 也同时在办理推广这样的一个口述电影活动 都是希望能够让社会的大众 除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的去了解 认识视障朋友之外 也能够去重视口述影像技术 对视障族群的一个重要性 当然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期盼社会各界 能够对于视障者乐听权的一个关注 一起来推展文化平权 当彩虹干走了雨天 当音符代替了语言 只因为每分每秒都听见 高兽广播电台 FM就四点三 你继续锁定的是玻璃星球的节目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我们今天透过线上访问的方式 邀请到了爱让微光亮起来的活动 发起人张亚如小姐 这个活动是让大家去体验 视障者他们平常 如果需要看影片 看电影的时候 他们要如何用听的方式 来了解这些视觉的作品 而在进行的这一切的所有过程当中 亚如我想问问你 你自己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最难的 其实在准备一部电影的 一个口述影像工作 从前置的准备 然后甚至是脚本制作 录音到最后的影带制作跟输出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脚本制作 就是脚本撰写的这个过程 是最难的 因为每位口述影像员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撰稿员 他在前置的这个撰稿脚本的阶段 他需要非常仔细的去看每一个画面 然后需要把每一个画面的细节 要去思考如何用最精准的这个语言 然后把电影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然后能够来去传达 跟视障朋友们分享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掌握到 整个电影的一个情节 但是呢 我们又不可以去破坏到电影的这个节奏 以及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就是口述影像员呢 他需要选择最重要而且最精准的这个讯息 然后把它作为口述的重点 比方说我这边举例 比方说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的这个场景 那我们一般就可以讲说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坐在咖啡厅的沙发上 所以如何我们去 就是对于在脚本撰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口述影像员他如何去挑选真正重要的一个资讯 然后来去反复的去斟酌 以及我们必须要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尤其是当听众他如果看不见的时候 口述影像员我们不可以充分的去过度解读 我对于这个动作的一个意识 也就是说我必须完整的把这个演员 他现在皱着眉头的动作描述出来 他皱着眉头 我们不能把皱着眉头的这个动作 这个表情把它解释为 这个人正在产生疑惑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希望不要透过口述影像员 错误的引导 然后让视障朋友们错失了 自己对于这个电影内容的一个解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要避免能够去让视障朋友 对于这个电影内容产生误解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我刚刚听起来 我总觉得他跟翻译的这个功力 有那么一点的相像 只是在翻译来说 人人都说在口译或者在文字上 你必须翻出那样子的时间感 甚至我想用口译的方式来去做举例好了 人家都说翻译你不能有自己的情绪 你必须翻出对方的这个情绪 在口述影像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吗 是没错 就像主持人这样讲的 翻译口述影像员呢 不可以拥有自己的情绪 我们不可以透过我们自身的一个情绪 我们的感受 来去引导视障朋友他们的感受 是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来做相互引证 大家就可以理解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在哪边 这真的是 我觉得除了需要有专业训练之外 还要时时刻刻的来进进自己 你才有更多的 不论说是词汇啦 或是更多的应对方式 能够来服务这些我们的族群 那么再来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觉得其实相当感动的是 亚如啊 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肢体 是在某些部分上是需要大家协助的 只是呢 在您的生命经验当中 其实再早期了 比较如果说不是因为之前的机缘的话 比较不会就碰到 与视觉上相关的议题 但是在碰到之后 您却又把它去做了发挥 让这样子的概念可以持续的被推广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跟您自己生命当中 所遭逢过的这样的受伤的巨变 是有那么一点相关 您也曾经因为这样子的受伤而给落低谷 而在低谷之后 你又再次的爬了起来 你觉得这一段的这样子很难得 很独特的生命旅程当中 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这些把我们的族群的话呢 你觉得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正面影响 我觉得因为我这边有一些 对于视障朋友比较更多接触的 这一些他们的家属们 给我这边的一个分享 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这些族群的一个朋友们呢 他们有时候有些人会比较聚焦 在自己的一个障碍上 那我觉得因为可能是生活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我相信我的出现呢 让他们去看到我比他们更不方便 那所以呢 虽然说我比他们更不方便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用自己的能力 去光怀别人 我也非常愿意去分享 自己的经验跟我所学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信念的问题 当然我们常说生命影响生命 就是当生命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挫折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角度来去看待他 就是很重要 当然我也希望说 透过我自己曾经在 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然后有人伸出援手 成为我的贵人 成为我的天使 来帮助我能够走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别人的贵人 所以我现在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口述影像活动 来去帮助更多的这些 马昂的族群们 让他们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是 然而大家也必须留意 所谓的贵人并不是来帮助你跨越障碍 而是要你学会与生活当中的不便 与所谓的障碍与所谓的困难 来共存 因为在好多的情况下 我们或许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超越它 可是我们学着与它共存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不一样的面貌 我们也会因此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礼物 而如果说你想要去收获这样的一个礼物 你也想要去做这样的体验的话 10月15号礼拜天的下午 在台南的宏运文创园区里面 我们就会带来这个 爱让微光亮起来 视障口数影像的一个活动 当然啦 详细的影片的资讯 以及活动的流程 是上网搜寻 爱让微光亮起来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个资讯了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 想邀请雅如 您帮我用简单的一两句话 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即使有空的话 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相见好吗 OK 我想大家我们曾经应该都有过 面临到停电 伸手不见五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当眼睛看不见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如果你想要来体验 没有办法依靠视觉的这个感受 如果你想要有机会 能够对于视障朋友 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如果你想要知道 当今天我在路上 如果看见视障朋友 我该如何正确的来 协助他们的时候 欢迎10月15台南 铜运文创中心 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好的 希望大家在现场 我们听电影的同时之间 我们也看见彼此 我们也了解彼此 生命当中的故事 今天空中 谢谢雅如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节目来到了最后一刻 准备跟你说一声再见咯 谢谢你的锁定收听 我们等一下节目 交给下一阶段主持人 也跟你相约下一次 空中再见面咯 拜拜 祝你好梦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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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